大家好,我是Bonnie 刚刚的短片大家都看了吧 是不是也说中了你的烦恼呢 确实很有同感呢 尤其是处于我们这个年龄阶段 一方面对美好身材又很向往 另外一方面也摆脱不了这种压力 然后快节奏 还有吃外卖的这种现实 没错了 要想让我们的身体充满活力和健康 均衡的营养素补充特别的重要 那究竟应该怎么样做呢 今天我和Bonnie就详细地聊一聊 让我们身体充满战斗力量的两种营养素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那些事吧 我相信大家对这两个名词并不陌生 甚至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 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都成为一种时尚的概念了 没错了 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在坚持补充维生素 太棒了 其实这个习惯也是源于我曾经读过一本书 叫做《西维生素圣经》 也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是亲身体验了每天工作15个小时 然后依然能够保持这种精力充沛的状态 这个状态太厉害了 对 而且他同时呈现出来的是 这个生命状态要比实际的年龄 年轻5到10岁 当时我就非常好奇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秘密告诉大家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了 哇 Katy刚刚描述的这个状态真的是特别让人羡慕啊 那其实我知道这个维生素在人体内的含量并不是很多 但是他竟然能够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是四两国千斤了 那对于维生素而言 顺着名字去理解 其实可以理解为人体维持生命的元素 它的含量很小 可是生理作用啊 却是特别大 它一般是通过影响人体的煤系统 参与物质的能量代谢 来调理广泛的生理生化作用 同时它还能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 并且让其达到最佳的状态 因此呀 维生素也获得了生命催化剂的美誉 哇 生命的催化剂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啊 如果没有维生素呢 我们的生命维持真的会沦为一指空谈 咦 我给大家讲一个历史发生的真实故事吧 挺期待的 是什么呢 好啊 就是伟大的航海家麦哲伦 那它在1519年到1521年的时候呢 率领了船队 首次完成了环球的航海 虽然航海方面成绩斐然 但是呢 这次旅行其实并不是一帆风俊的 甚至可以用艰难和惨烈来形容 哇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次航海的途中啊 它们的船员通通的伸染恶极 有的呢 牙床破了 有的呢 流血 比流鼻血不止 有的浑身瘫软无力 那一个个的相继离开 那还是挺可怕的啊 是的 直到麦哲伦带着船员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原来的200人庞大的队伍 仅剩下35人 哇 这个好震撼啊 对 当时人们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那在多年以后 人们才渐渐地发现 哎 多吃柠檬可以让船员避开死亡的厄运 这个柠檬是重点啊 对 所以当时呢 柠檬被奉为船员的守护神 其实啊 他们并不知道 因为是柠檬中的维生素 才是船员生命的真正守护神 哦 原来如此 很显然呢 刚刚通过KT讲的故事啊 那我们看到 维生素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讲了 那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它 让它为我们人体所用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再聊一聊 维生素的特点 快来说说吧 好的 那我们来看啊 第一 维生素呢 它参与人体一切的生命活动调节 那这个不论是我们在运动啊 还是在睡觉 甚至我们在呼吸 在排汗的时候 其实维生素都在努力地工作着 哦 一直在工作 没错 那第二点呢 是绝大多数的维生素 其实是不能在人体内合成的 嗯 那它呢 只能通过日常 我们在饮食中来获取 那第三点 就是人体对维生素的需求量 其实是非常微小的 甚至只占饮食中比例的十几万分之一 甚至百万分之一 但是它对人体的生命活动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缺少一点啊 人体就会出现各种疾病啊 嗯 快说来听听 嗯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人体需要的维生素A 它的含量还不足一毫克 但是我们如果无法达到人体需要的这个值的时候啊 就会出现问题了 嗯 那比如说 它会通过我们眼睛的警示来告诉大家 那我们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比如夜盲症 无法在黑暗中看清东西 或者说眼睛充血呀 炎症啊 有这种烧灼感 甚至是卖力肿等等 哦 我就说有一段时间 我的眼睛是有点看不清楚的 哎 原来是缺少了维生素A 对 那这个就是 嗯 这种眼睛的问题 它会给我们人体做一个提醒 嗯 嗯 当然啦 根据我们的了解啊 维生素的种类其实是非常多的 嗯 那科学家呢 在细化研究维生素特点的时候发现 有些维生素呢 是极易溶于水的 那把它命名为水溶性的维生素 嗯 比方说B族维生素当中的 维生素B1 维生素B2 维生素B6 维生素B12 维生素C 还有烟酸 泛酸 液酸 胆碱等等 而另外一些呢 是不易溶于水的 那是极易溶于脂肪和大部分的有机溶剂的维生素 那把它们叫做支溶性的维生素 比方说刚刚讲的维生素A 还有维生素D 维生素E和维生素K 那家族还是非常的庞大 对 那对于水溶性的维生素而言呢 除了维生素B12以外 可以在我们人体存留 其他的水溶性维生素 均不能在我们体内存留 那当食物供给充足的时候 我们的机体达到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 摄入的维生素就会随着我们的汗液啊 尿液啊 排除 就排除体外了 对 所以水溶性维生素的特点呢 它是特别容易流失的 因此呢 也是需要我们每天进行补充的 哇 那这个我要赶紧扶起来 嗯 对的 还有支溶性的维生素 它的特点呢 就是有益溶于有机溶剂 那它在我们的体内呢 也是在体内的肝脏和脂肪内储藏 不容易被排除体外 吃一顿饱三天这样的特点 嗯 但是如果啊 我们的饮食习惯不良 一直这样坚持几年 十几年补面 体内储藏的这种维生素呢 同样会被消耗干净的 所以我们也要经常的去补充啊 是的 嗯 AKTN就拿我来说吧 其实我的日常饮食的种类 就是比较单一的 嗯 而且我会经常的熬夜呀 吃外卖呀 吃包装性的食品啊 那我相信这个对于我身体营养素的需求 其实是很难得到满足的 是的 没错 嗯 那以我看 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呢 其实人体缺乏维生素应该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了 哎 宝妮 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现状啊 其实是很常见的 但是呢 这种现象也是很触目惊心的 那我们平时怎么吃才能在食物中更好的获得维生素呢 根据科学家的发现呢 蔬菜中的维生素含量是比较丰富的 那尤其是有色蔬菜 根据蔬菜的颜色呢 有浅到深可以分为白色呀 黄色呀 然后红色绿色紫色黑色 这么丰富的颜色 那什么色最好呢 是的 那一般来说呢 蔬菜的颜色深浅 跟它含有的营养成分是有一定关系的 当然颜色越深 它的营养价值也就相对越高了 原来如此啊 对 《皇帝内经》中有 五谷为养 五果为助 五畜为意 五菜为充的记载 那可见水果的营养价值不可小觑 其实啊 水果的营养成分和价值与蔬菜是相似的 也是维生素和五减的重要来源之一呢 哇 那看来我日常中也要多吃水果和蔬菜了啊 嗯 没错了 但是如果你的日常补充难以达到要求的时候呢 使用维生素的补充剂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说到矿物质啊 其实它是地壳中自然存在的化合物或者是天然的元素 而且呢 它是构成人体组织和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须的各种元素的总称 嗯 那我们人体当中到底有多少矿物质啊 这个就非常多了 说起来 在我们人体中大约有五十多种矿物质 那已经发现的有二十种左右的元素呢 是组成人体的这个组织的 而且它们维持生理功能生理代谢啊 所必须的 那矿物质它也大致分为两类 嗯 跟微生素很像 那它呢 分别是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哦 常量和微量 哎 没错 那常量元素有大家比较熟知的 钙 磷 钾 钠 鎂 氯 等等 还有微量元素啊 也有大家听说过的铁 铁 铜 那还有啊 蒙 个 木 锡 点 等等 嗯 哎 那矿物质的特点和维生素又有什么不同呢 啊 这个问题特别好 其实它们有相近也有不同 啊 那第一个 矿物质是完全不能在人体内合成的 哦 所以它必须从食物或者饮水中来摄取 嗯 那第二呢 矿物质它在人体组织器官中的分布啊 其实是不太均匀的 嗯 也就是说这个各种器官它含有的矿物质啊 有的多有的少 嗯 啊 比如说人体99%的钙都存在于我们的骨骼和牙齿中 嗯 那第三呢 就是矿物质元素相互之间它们是存在着协同或者是结抗的效应啊 那如果说没有矿物质 维生素它在体内也完全不能发挥作用 啊 所以说矿物质啊 它也像营养界的灰姑娘了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虽然名气不太响亮 但是它在人体各项机能的协同和维持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哎 一提到矿物质啊 就会让我想起一个词叫做年轻态啊 年轻态 对因为年轻态很多人会说我是自由自在呀 随心所欲呀 强壮啊 结实啊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想拥有这样的健康骨骼 当然少不了营养素的加持 嗯 对 据我了解啊 在骨骼中有一种家喻户晓的矿物质成分 大家肯定都知道它是什么 没错了 它就是钙 那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 正处于孕期 哺乳期的女性 还有更年期的女性 以及中老年人呢 都特别需要钙质的补充 对于女性而言呢 钙质的流失更为明显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三十家的女性 骨质流失的速度呢 会明显的加快 骨头呢 也容易变得脆弱了 没错 那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注意 嗯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加以干预的话呢 很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 发展成为骨质疏松了 哇 那这个还是要提前的补起来 对的 那根据一个调查显示呢 2006年 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 骨质疏松和骨量低下的患者呢 约有6944万人 那一直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 这个指标预计达到了2亿8660万人 那这个数字还是非常震撼的 那据我所知 在目前的这个医疗水平之下 骨质疏松一旦发生 是不能通过治疗来逆转的 嗯 尤其是现在很多老人 他一旦发生了一次骨质疏松 引起的骨折 后续的护理还是非常的麻烦 对 据我了解啊 很多老人发生一次之后呢 他还可能发生第二次 第三次 那这个对于他身体的这个损耗 还是特别大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骨骼的保健上面 一定是预防是大于治疗的 那所以我们还要有一个 对于骨骼保健的概念 就是 投资骨骼的概念 没错了 那投资骨骼 我们人在20到25岁的时候 其实骨密度 它是会达到一个峰值比较高 那在之后30到40岁以后 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所以我们说投资骨骼健康一定要趁早 对趁早 在年轻的时候做好骨量的储备 对 等我们到老了之后 自然会有高质量的生活水平 刚刚这个提醒真是特别好 也让我们屏幕前的大家 有投资骨骼的意识了 那我们要该如何做好骨骼投资 预防疾病呢 那这里应该怎么做呢 对了 首先我们要在饮食方面 低脂牛奶呀 鱼类呀 海藻类呀 大豆类呀 豆腐类呀 还有刚刚说的新鲜的蔬菜呀 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同时呢 我们也要多注意运动 避免我们体内脂肪堆积造成的这种肥胖 然后加速关节的退行性变和磨损 此外呢 我们还要多晒晒太阳 通过皮肤接触阳光 让身体合成维生素D的这种能力提高 让钙质吸收的速度加快 最后呢 我们进行人体的维生素 及矿物质的补充就更好了 那我们都应该补充哪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呢 针对我们骨骼健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呢 像钙呀 蒙 鎂 铜 维生素D 及维生素K 它们之间会起到这种协同的作用 带给身体更加综合的呵护 使身体更强健 更显年轻态 没错了 那如果说你是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 需要补充钙的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 还有钙质摄入不足的 人骨头容易变脆弱的更年期女性和中老年人 以及由于不规律的饮食生活 而导致营养不良的人群 一定要把今天所学的内容全部都运用起来了 然后赶快运用起来了 没错 那为自己选择合适的营养膳食搭配 同时坚持时间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及科学搭配选择 适量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就能够让你的身体持续保持在活力满满的状态中了 我的生活我做主需要什么补什么 就让我们一起四两拨千斤 维持生命活力 绽放多彩人生